我家三个儿子喜欢吃饭店里的红烧牛肉面 其实在家做很简单 味道比外面的还好吃 牛肉我选择这种安格斯牛肋条 这是我去网上买的 它肥瘦相间 吃起来很嫩 没有的可以买牛奶 泡出血水后切成小块 然后冷水下锅焯水 放入姜片 倒入料酒去腥 水开撇去浮沫 焯好捞起 清洗干净 放入炖锅里 加点葱姜干辣椒 倒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广东卤水看潮汕 倒入一包非常香的潮汕卤汁 其他调料就不用放了 接下来锅里倒入两勺白糖 炒出枣红丝 一定要倒入开水 炒糖色是做出来的牛肉有焦糖的香味 把水倒入汤锅里 小火炖一个小时 哇太香了 这样红烧牛肉汤就做好了 再煮一个大条面 牛肉面牛肉粉都可以 把牛肉和糖汁倒进去 这样红烧牛肉面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 可以大口吃肉 大口吃面和糖 我家的三个儿子特别的喜欢 自己在家做就是实惠 而且味道不舒服外面饭店的